工作上的失误可大可小 下面这些设计师范的错误绝对无法原谅 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后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 从此想找工作很难很难 看看这些不走心的设计 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只有魔鬼才会选择这样的地毯 最后那个台阶是可怕的卫装 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我们不是生活在卡通里啊 这样怎么给自行车空间会直接转上去吧 换一种植物可以吗 没人敢坐下休息 这是通往天国的滑梯 到底哪边是男侧 哪边是女侧 让人很混乱 生活中处处终满危机 下一秒就可以触电 太奇是自行车了吧 这要怎么走 一生只能玩一次的游乐设施 残障人士不会感激这个设计师的 反而会爆粗口 不要好奇这道门后是什么 里面的人打开后会后悔 这里的残障人士都好厉害 这是极限运动吧 没人撞上去吗 应该有吧 撞上护栏的一刻 骑自行车的人忍不住开始思考人生 不要妄想到阳台上来 因为根本没有阳台 保护环境没错 但这样很危险啊 这样的信号灯有什么意义 根本没人能看到 插座怎么会漏水 这太反人类了 设计的时候没人想到这个问题吗 每天上下楼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希望不会发生火灾 不要到处开门 有时候很危险的 用轮胎支车的房子太冒险了吧 说吧 有多少火车在这里出事了 那里的插座是给谁用的 感觉超恐怖 放过孩子们吧 他们不应该这样被伤害 为什么自行车道总是受伤 他们家用的应该是防弹玻璃 这样怎么把车开回家 设计师工作很辛苦 但做出这样的搞笑设计也太不应该了 不知道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后会不会头痛 再不想办法弥补 真的会被列入黑名单 感谢观看 再见